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能舍之人是大福大会者 西达多太子舍弃王位 出家修行 行脚来到摩羯陀国首都王社城时 由于他的相貌与风度 既高雅又庄严 吸引了许多民众围绕瞻仰 当时国王贫博苏罗王 正在宫殿高处扶兰城市景致 看到许多民众 对一位年轻的沙门恭敬礼拜 感到非常好奇 于是太前侍卫把他请过来 太子走到国王面前 国王见到他那殊胜的相貌 打从内心升起敬重之念 他知道眼前这位年轻人 一定不是泛泛之辈 国王向他说 我看你不是平常之人 应有一番大作为才对 你是不是能放弃修行 帮助我治理国事 我会给你很高的职位 给你许多兵族 太子摇摇头 太子摇摇头面带笑容地说 我的志向不在于世俗的富贵 也不在于领兵掌政 国王说 如果这样你还不满意 那我让你担任元帅 协助我保卫国家 太子仍然安详地说 我已厌离世俗之事 我要追寻丰富的心灵宝藏 国王又说 要不然这样吧 我给你一半的国徒 我们一起来掌政 太子说 我既已舍弃原有的国土 出家修行 怎会贪恋这些呢 国王觉得很奇怪 问道 你从哪里来呢 太子说 在雪山南历一带 有一个富足安乐的国家 国王的族性是释迦 我就是释迦族的太子 为了探讨人生最超然 最珍贵的心灵领土 我舍弃了一切 所以 我不希望在此 受到高位的束缚 国王听了 亚义地说 哦 原来你是世家族的太子 为了出家修行 而舍弃王位 实在令人钦佩 我们在此约定 如果你修行有成 千万别忘了 回来度我 祝福你 西达多太子成佛后 过着一约 来度化平坡梭罗罗王 后来 平坡梭罗罗王 成为佛教的大护法 由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西达多太子 为了追求真理 而舍去一切 而平坡梭罗罗王 为了爱才 也愿意舍半国之地 可见 能舍的人 才是大福 大会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